所以數學沒寫好 蝦皮賣不好 大家不要再說什麼 學數學沒有用以後用不到 是用得到的 同學們上課囉 哈囉大家好 我是Bonnie 最近想要買吸音海綿 所以就上網搜寫了一下 然後我在蝦皮上面看到這個廣告 大家先一起來幫我看一下 這廣告哪裡有問題吧 等等看完不要跟我說 你沒有發現哪裡有問題喔 他說我們從116分貝降到79分貝 減少了31% 對不對 這31%是哪裡來的 31%呢是116-79等於37 37再除以116等於31% 他的減少31%的音量是從這裡來的 但是我們已經學過指對數 國中的時候也有學過分貝對不對 每增加10分貝我們的音量應該會變成10倍 所以每增加20分貝 我的音量應該是變成多少 是變成100倍 而不是變成20倍喔 那增加5分貝呢 增加5分貝我們的音量會變成更號10倍 所以今天79分貝增加到116分貝 我們中間差了37分貝 也就是我的音量應該會變成10的3.7次方 5011大概5000倍 反過來說他把116分貝的音量降低成79分貝 他的音量應該變成5000分之1也就是0.02% 所以你減少的音量應該減少了99.98% 如果他在廣告裡面寫他減少99%一定賣爆吧 一定比現在的31銷量還要更好 所以數學沒學好 蝦皮賣不好 大家不要再說什麼 學數學沒有用以後用不到 是用得到的 不過這邊我們也不提就是他的這個 實驗是否是準確的 然後其實我們生活中會買這個吸引海莓 應該也不需要降這種100多分貝啦 除非你住在機場 你住在飛機跑道上面 才會有這麼大的音量需要降噪 然後我們不知道這個海綿 他在這個這種大聲的環境 跟我們一般生活需要降噪的這種音量的環境 他的降噪程度是不是線性的 這我們不知道 我們就是單純就他這個實驗的數據來看 他的降噪呢應該是降了99% 那我們就送到這裡 下課囉 掰掰